您好 欢迎收看9月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蕊桂 花莲县113年度秋季国商大典3号上午在钟列池 还有吉安乡军人钟林池举行 副县长严新章担任主机关 率同了遗嘱机关学校部队代表来致敬 也向为国捐区的先贤劣势表达崇敬和追思 秋季国商大典由副县长严新章以主机关身份率领 县府各级处首长与军公教各界代表文武官职参拜 预计焚香献花之后 有诗意攻读秋季国商纪吻 以至姚季皇陵纪吻 全体与会人员莫哀 并以三局公里缅怀先烈 祭典庄严隆重 祭典庄严新章 花言宪圣证严护县长新章 率各界代表 季以西乡新化之宜 致敬于革命先烈 既正王相世 既先元皇帝之名前约 云山昌昌 海水泱泱 因憂起胜 多难兴康 缅怀先烈 民主之光奋心入国一举八仓 去国国商大典结束之后 傅先生引心脏意向遗嘱民众慰问致意 感谢过去国庆弟兄们为国家奉献一切 同时今天是九三军人节 敬祝所有国庆弟兄们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记得中 发射不到